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二百二十回 第一尘的长孝啊 犹如无形的飓风朝四面席卷而去 吸入了无数的黑火 黑蛇呢迅速的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他的额头多了两处凸起 蛇头呢更加的凌厉 浑身的领甲呀漆黑增亮 威胁更加的惊人了 王长老心中更加的凛然啊 这只黑甲的队伍战法奇异 和他平时见到的任何一类修者呢 都迥然不同 但是眼前的这只黑蛇的变化 他却是识的 画胶 蛇芒与胶 这可有着本质的区别啊 实力也是如此的 这只画胶为完全的黑蛇 此时的威势和钢材 已经截然不同了 他的蛇童宛若能够抽走所有的温度 王长老看着心中一阵发紧啊 手中的海棠弓灯传来了阵阵暖意 他心中呢紧张稍缓 没错 黑蛇虽然威势害人 但是自己手中的海棠弓灯那也不是凡品啊 王长老擅长练器 尤其擅长练制各种弓灯 手中的这盏六角海棠弓灯可是他的得意之作 弓灯所用的海棠那乃是六品天心海棠 天下最上品的海棠之一 最为难得的却是弓灯中的那缕青白火焰 来自呀一周万年青火竹的竹心 名为竹心青火 四名火焰中罕见的真品啊 他二话不说 请起了手中的海棠弓灯低声细吟啊 只见海棠弓灯的花瓣啊 是片片的脱落飞入到了空中 只见花瓣无穷无尽 而这弓灯呢 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海棠花瓣飞舞眨眼之间 漫天的花瓣迷离梦幻 比起梅长老的梅花 这些海棠花瓣树目更加的惊人 无边无际啊 整个百花谷都笼罩其中 黑蛇呢 却不管花瓣如雨 黑色的蛇身盘踞 星红的蛇童 只是冷冷的盯着王长老 忽然海棠弓灯的火焰一跳 轰地声啊 漫天飞舞的花瓣 输得奇奇的燃烧了起来 铺天盖地 无数朵青白色的火焰在空中飘舞 清新竹燕 吃了一声 一朵清新竹燕落在了黑蛇赠亮的蛇身上 跳动了两下呢 便熄灭了 黑蛇毫无所觉 王长老脸色一变 清新竹燕竟然没有用 误误不破的清新竹燕竟然连在黑蛇身上留下一处印记都做不到啊 黑蛇冰冷的眼中 没有一丝的情感 他由凛冽精纯的杀意化形而成 又岂是区区的清新竹燕所能伤害的吗 树龙眼中精芒一闪 低喝了一声 杀 黑蛇舌童猛的一针啊 庞大的身体一扭一弹 夹带着骇人的声势朝王长老扑去 王长老心中骇人啊 连忙转动了手中的海棠宫灯 只见无数朵清新竹燕朝黑蛇轰去啊 皮 犹如炒豆子一般啊 这暴音密集如雨 不过 这一头大小的清新竹燕 力量却是出乎意料的雄混啊 黑蛇庞大的身体被打得硬生生的抬不起头来 王长老松了一口气 只要还有能克制对方的办法就好 当下呢 拼命的催动凌厉 又有无数的花瓣飞入到了空中 只是这次的花瓣呢 可不像上次那般娇弱无力 他们呢 宛如最锋利的刀片 带着凛冽的剑衣 犹如一只只小鱼缠着黑蛇的身体啊 黑蛇 增亮的蛇身上 顿时呢 多了无数细密的划痕 黑蛇腹痛 疯狂的扭动着身体 而清新竹燕 绵绵不绝 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 披头盖脸的朝黑蛇砸去 树龙啊 额头浮现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的脸色镇定 但是心中啊 恼怒异常 意识不察 而被对方占得上风 如今被压制 他岂能够忍得下这口气呢 法宝厉害又当如何 他眼中呢 闪过了一抹寒气 小磨砂 黑蛇输得轰然崩碎啊 化作了一团黑气 黑气中央急剧的旋转啊 漫天飞舞的清新竹燕和海棠剑翼 像是受到了一股无形之力的吸引啊 不受控制的朝翻腾旋转的黑气飞去 王长老脸色大变 那旋转的黑气 犀利 大的惊人啊 天空中的清新竹燕和海棠剑翼 疯狂的朝黑气漩涡飞去 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 这团黑气的漩涡 就像是能吞噬一切的怪物 如此众多的清新竹燕和海棠剑翼飞进去 没有一丝的变化 情形越发不妙 黑眼中呢 猛的浮起了一抹绿色 冷哼了一声啊 手中的海棠弓灯第一次脱手飞上了天空 四天以上的法宝 大多呢 都有浮阵剑 而随着品阶的上升 法宝拥有的浮阵剑数目呢 也会增加 比如说四品法宝大多拥有一个浮阵剑 只有最精品的四品法宝拥有两个浮阵剑 五品法宝呢 拥有两至四个浮阵剑 而六品法宝则拥有四至六个浮阵剑 浮阵剑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法宝的威力 每多一个浮阵剑 便意味着多一招杀招啊 没有人会嫌杀招多的 王长老此时也明白了过来 普通的招式 对面前的这伙人呢 只怕很难奏效 有多久没有动过杀招了呢 王长老有些恍惚了 自打他修成这金丹之后啊 平日沉溺于炼器之道 再也未曾与人动过手 没有想到金丹后第一站竟然就被逼到了如此境地 收敛心神飞上了空中的海棠宫灯的缓缓的转动着 每一朵花瓣闪动着晶莹的光滑 跳动的清新竹叶如同一颗心脏 引动天地灵气随之舞动 左墨神石最强大 他呀 第一个发现了异样 心中不由凛然 这一盏海棠宫灯品阶绝对不下六品 一件六品法宝在一位金丹的手上 释放出来的威力可怕至极啊 萧长老呢 一察觉到了 心中却是大汗 王长老在拼命啊 不知道为什么 当知道王长老在拼命 他不仅呢 没有受到半点的激励 反而是心生畏惧 面前的少年呢 背后那双半透明的金翼 给他带来的压迫感 似乎也在一瞬之间呢 变强了许多呀 左末敏锐的察觉到对面萧长老战斗的动摇 机会 他眼中惊芒一闪 身形的便在原地消失 萧长老心中猛的一跳啊 手中粉红飞剑扬起 树道剑芒 笼罩他身侧的空间 还不及看结果 他抽身击退 但是心底忽然生出了极其危险的感觉 骇人之下飞剑朝身后斩去 砰 一股巨力呢 从手中飞剑传来 他整个右臂一马 飞剑硬生生的拍飞了 他紧咬嘴唇 不敢有丝毫的停顿啊 身形连闪 一道寒意 从他背上掠过 带起了一喷血沫呀 他喘着粗气 惊骇莫名的 看着远处的少年 他的右手虎口啊 躺得鲜血 背上呢 有一道斜斜的伤痕 自己呢 竟然被一味宁脉一击之下 两处受伤 他就像看怪物一般 看着左墨呀 他的目光呢 落在左墨背上 那对半透明的机翼 脑子里边拼命的思索着 那究竟是什么神通呢 禅修 修的是神通 在他看来 这应该是一种神通 如此玄妙的神通 这少年的来历 绝对是非同小可 今天呢 踢到铁板上来啊 左墨感受着浑身充盈着 巨大的力量 充沛的几乎让人想身影啊 大日魔体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左墨呢 此时深刻的感受到了 只有魔体变化之道 才能真正的发挥出魔体本身的力量出来 背部的明虚义 宛若呢 在他的体内生根 身体呢 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许多肌肉 血液 骨头 都仿佛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充沛的力量 不是从明虚义上传来 是从他的身体内迸发而出 厉害 苏醒的力量 在他体内激荡 急于暴体了 顷刻之间呢 琢磨领悟到魔体修炼的几分真意 人体啊 就像是一个宝库 一个深不可测的宝库 只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呢 这个宝库 安然沉睡 魔体就像一个容器 不断的成熟 不断的进眼 越变越强大 能够激发和绳放的力量也越多 看着摇摇欲坠的萧长老 左末突然呢 心中是充满了自信 源自强大力量的自信 面对金丹呢 他再也不是守伏击之力了 瞥了一眼天空中光芒大盛的海棠宫灯 他呀 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背部的明虚翼轻轻的煽动 强大的力量传来 他的身形呢 再次消失在了空中 天空中海棠宫灯燃烧了起来呀 化作了一团青白色的火焰 与奇特的频率跳动着 王招老低眉沉吟道 清新唐海 轰的一声 空无一物的天空 此时却宛若干透的柴心呢 轰燃燃烧了起来 唱金网 每日内容持续更新 超酷声音 尽在唱金网 3w.ting.com 摊着之间 王招老的头顶 彻底的就化作了一片火海 青白色的火海 遮天蔽日啊 树龙仰着脸 阳光被火海挡住了 眼前一样 巨大的阴影呢 垂在了他的脸上 漫漫火海 抬头望去 令人呢 不禁心生畏惧 青白色的火海 疯狂的燃烧蔓延 无数旅 青白色的火焰 从天而降 如同万千道 青白色的火手 朝五艘运奴船 是席卷而来呀 运奴船上 炼气不等人 脸色无波大变 头顶汹涌火海 铺天盖地 让人生出了 避无可避的念头 唯独树龙他们 稳如磐石 一动不动 但是 他们每个人心中的战意 被漫天汹涌的火海 都激起来了 周身的黑气呢 更加的浓郁 他们头顶 翻腾的黑气 再化蛇形 庞大的蛇身 便在火海之下 已丝毫不逊色 而就在同时呢 树龙扬起了右手 被浓郁的黑气 包裹的右手 卫营的每一个人呢 都扬起了 黑气缭绕的手 黑蛇张开了血盆大口 撕地一吸 黑气如火 星星点点 从众人手上脱离 升上了天空 青白色的火焰 从天而降 犹如黑火的黑气 逆势而上 这一百亿黑之间呢 夹着一只身形庞大的黑蛇 眼前的一幕充满了张力 就像是 有一只无形的手啊 狠狠地抓住了众人的心 云罗船上的众人 呆呆地仰脸 鸦雀无声 这一瞬间呢 他们忘却了恐惧 天空中的点点黑火 以惊人的速度 投入到了黑蛇的口中 黑蛇的血盆大口呢 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身上天空的黑气 被他吸得是一滴不上啊 树龙等人 浑身黑气淡薄了许多 他们身上的黑甲呢 光泽一变得暗淡了 黑蛇冰冷的舌头 露出了几分痛楚之色 额头的两个凸起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蠢蠢欲动 要钻出来 黑蛇蛇童猛然抱出了一团精芒 仰手厉声嘶喊啊 轰然垂下的火线 熊熊来世顿时为之一致啊 停在了半空当中 再也无法寸进 黑蛇和清白火海之间 宛若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硬生生地挡住了万千道火线啊 王长老脸色一变 他浑然不知嘴唇被咬破了血迹阴燃 他被逼到了绝境 连退路呢 都是不知不觉中被封死的 若是此时他选择后退 这天空的火海轰然爆裂 他难逃一死 他头上的发际断裂 长发落下被风吹起 凌乱的有如魔舞 当下不再犹豫 最后呢 一丝灵力疯狂的向天空的火海冲去 火生清糖 慢慢火海变化再生 一朵朵青色的海棠花儿 在火海中长出战棒枯萎了 枯萎的花瓣落入火海化作灰烬 火海呢 突然向中间汇集 整个百花谷的灵气 全部都被抽动了 古内种植的灵花儿 受到了这股巨力的吸引 纷纷的脱离了花枝 飞入到了火海之中 苏月目睹这一幕 心头呢 直欲低血 这些灵花儿是百花萌 最重要的金石来源 今天呢 毁于一旦 日后想恢复过来 没有二十年的时间 想也别想 经此一战 无论胜负 百花萌的实力 都跌至了谷底 极有可能的 连百花谷都保不住了呀 我们需要支援卫营吗 宗如这个时候 眼中闪出了一丝金句啊 天空那片火海 便是氧气功夫极深的汤 也感到了心惊肉跳 可是啊 公孙却笑了笑说道 不需要担心 树龙他们的实力 可不弱呀 虽然师兄从来没有说过 卫营到底是谁在管理着 但是他却心里血量 那个在一战棋里边 能够把他杀得 溃不成军的神秘人 哪里需要轮到他来担心呢 就连他都有一些好奇 卫营的实力 竟然有这么强 按赖心中的好奇性 公孙的目光啊 转向了他负责的战场 看着朱雀莹 一波一波的冲击对方 他眼中呢 勾然迸发出了狂热的战意 即便是那位在一战棋里边 能够把自己打得一塌糊涂的神秘人 也绝不会甘于认输的 他们的较量 已经从一战棋中 转到了现实之中 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不知道是不是兴奋 他的脸颊上浮起了两抹头红 让他看上其实更加的腼腆害羞 收网吧 火海翻腾变化 而天空中的黑蛇 遇到了蜕变的最关键的时候 他头顶的两个凸起不断的长大 就有如同那两个硕大的水泡 黑蛇再次发出了凄厉的丝鸣啊 小山式的蛇身疯狂的扭动 扫过之处顿时响起了 令人头皮发麻的呜呜的颤音 噗 他额头凸起处的皮肤呢 终于被戳破了 两只黑色有如枯木的脚钻了出来 两只黑蛇越伸越长啊 直到长到了两尺左右 这才停止了下来 花椒 这只黑蛇终于完成了最重要的蜕变 从今天起呢 它便被称为黑椒 一股恐怖的威胁 如同飓风一般呢 横扫过了整个天空 所有的人 无论是左墨一方 还是百花蒙一方动作 即是一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 第221回 第221回